超耐磨木地板与天然木地板到底差在哪? 这个问题是消费者在做选择时会提出的问题之一,那么两者到底差在哪呢? 今天主要以两者面材上的不同做比较。 两者的表面皆有木头的纹路存在,但这层木纹的呈现方式却完全的不同。 超耐磨木地板的表面皆是硬刷木纹面加上耐磨层三氧化二履组合而成。 之所以会设计出这样的面材,是因为比起超耐磨木地板,天然木地板更容易刮伤,因此防撞,耐刮也就渐渐地成为木地板客户选择的要求之一。 而人们也叫喜欢木头原有的纹路,因而设计出了这样的产品,而天然木地板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它们的表面皆是全天然位加工的原始木纹,只需涂上专门的保护漆即可。 而除了面材的不同外,最大的差别,就是整体的质感。 超耐磨木地板固然有木头的纹路,甚至也有为了更接近实木而仿木头同步纹的样式, 但毕竟印刷品是属于人为加工的产物,是没办法与天然的东西相互做比较的。 而天然木地板有一个优点是超耐磨地板完全无法模仿的,那就是花纹的重复性, 天然木地板的每块木头纹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木纹的产生,皆是透过大自然的冲刷一点一点的浮现出来,是不可能找到一模一样的纹路。 对于追求地板颜色选择多样及地板颜色较一致的顾客,可以选择超耐磨木地板, 因超耐磨木地板的面杰为人工制品,其颜色选择众多,诸如,白色,纯白色, 幼木,胡桃,灰,深色,及黑等,较能满足顾客对于颜色上的需求。 而对于喜爱天然独特且希望地板久看不厌的顾客,则可以选择天然木地板, 天然木地板的质感与氛围不是一般照片或影片可以呈现出来的, 天然木地板的好,会随着长时间的居住,越发感受得到,久看不厌,越看越喜欢, 历久迷心,其视觉,触觉,磁场,皆非人造产无可模仿取代的, 有句话讲得好,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